最近女排奥运资格赛正在火热进行中,中国女排坐拥主场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接连打败乌克兰女排以及墨西哥女排获得两连胜,目前排宁小组第一。 从球队的整体表现来看,中国女排似乎进展得十分顺利,如果接下来能把这个成绩维持到最后,我们肯定能轻松拿到奥运会的门票。 然而实际上,从最近小组其他对手的整体表现来看,中国女排二连胜高兴得恐怕有点太早了,因为我们接下来估计会遇到不小的挑战,想要拿到小组第一估计没有那么容易。 首先,中国女排在最近打败墨西哥女排等两个对手,整体成绩确实可圈可点,尤其两场比赛3-0打败对手,足以看得出来球队的表现非常不错,对手和我们的实力差距太大了。 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中国女排A组其他选手里面,有些对路的表现也非常不错,比如塞尔维亚女排。 和中国女排一样,目前塞尔维亚女排在小组赛中取得两连胜,排在小组第二,仅仅比中国女排差一点点而已。 他们非常出色的成绩足以证明,中国女排接下来想要在小组赛拿到第一,或者稳稳坐住第二的位置,起码得把塞尔维亚女排打败,让其他的对手不要有太大的机会,如此一来才能高枕无忧。 当然想要做到这一点,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最近国际排联更新了最新世界排名,中国女排打败墨西哥女排之后,加了一点几分。 不过因为此前和意大利以及塞尔维亚女排这些球队的整体积分差距比较大,中国女排现在的世界排名还是第六位。 而同组对手塞尔维亚女排,则是排在世界第三,把我们甩在身后。 这足以证明,中国女排尽管最近的成绩不错,但是和塞尔维亚女排还是有差距的,起码今年两年的成绩和状态并没有塞尔维亚女排好。 如此看来,对于中国女排而言,仅仅拿到两场胜利,而且面对的都是弱队,完全不值得高兴。 如果接下来能打败塞尔维亚女排或者多米尼加女排这些对手,我们才值得高兴,后面中国女排才能稳稳地拿到奥运入场券。 对于蔡斌和李莹莹她们来说,在拿下这两场比赛之后,接下来必须得全身心备战第三场面对杰克女排的比赛,一点都不能放松下来。 在打败杰克女排之后,在全力备战决战塞尔维亚女排那场比赛,如果可以把劲敌斩落马下后续,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总的来说,中国女排目前取得的成绩可以值得点赞,不过也要注意,其他的对手正在齐头并进,一定要稳打稳扎,不娇不哪。 就像此前是联赛一样保持好的心态好的战术,中国女排才能过五关战六将,更好地取得胜利。 祝福中国女排在本次奥运资格赛取得开门红,为后续亚运会开割好头,加油!